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严肃 那入圍新演员以后 对你后来的就是演戏啦 舞台啊电视电影的发展 有影响吗 自己觉得 在某一些场合 当人家需要某一些头衔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用这样子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 我看过一个报道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说上说你其实有一段时间 是原本想要离开 就是表演这条路 甚至还去什么婚纱 公司工作 然后因为就是获得肯定了 又回到表演这个环境里面来 是这样子吗 因为那个时候电影要上之前 刚好是在那个金马奖 要开始run这一切之前 然后等于说这个电影要上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决定转行了 所以电影在跑宣传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参加的 所以一直到金马奖前戏 我才决定说 好如果老天爷突然让我遇到这件事情 他是想告诉我什么 所以那时候自己有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状态 然后感觉了一下 然后最后决定说 好我要再回到做表演这条路 所以等于说决定了之后才参加金马 那因为他们两个都算是新演员 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一行 像你一样毅力不咬 我之前去看你演舞台剧 你不但戏演的好 歌唱的也好 你别这么说 真的真的 要有什么样的准备或条件 才能够继续茁壮或生存下去呢 就是打不败吧 不要放弃 不要责疑自己 不管 不管多饿 都要撑下去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一直都是斜杠在做嘛 斜杠演戏 就如果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然后也不要放弃 一方面不要放弃机会 但是也要不断不断充斥自己 不要因为说别人有没有找你 或是说有没有工作机会 都不能停止让自己往前走 因为表演这件事情是一直一直往前走 是是是 施影已经是老师辈的演员了 大家都很多人自己都叫他老师了 那两位新演员 很多人都误会 都觉得新演员好像是不小心在路上就被发掘 然后就当了 这个第一部片就当了女主角 然后就变成一个红星 那是林青霞 对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个样子的 贵文美 其实很多时候他有很多的就是 讲说挫折啦 努力啦 机运啦 等等等等 其实你们这次入围的作品 其实都是爆点非常多的作品 比方说 蔡嘉莹演的《大鳄》 你是安清班的老师兼厨师 对 然后 那在影片里面又就是所谓面临到就是妈妈要你减肥 然后你也遇到了这种心意的对象 然后甚至也遇到说比方说有对你毛手毛脚 但是别人却觉得怎么可能的等等的这些 其实无论是在心理跟身体上面都有很多冲击的这种角色 那邱志宇的角色是个老师 还叫公民 然后是一个gay 但是又被怀疑 还算了艾滋病 我现在都不算剧透 因为手册上都写了 这些很多的观众 这些都知道 对于一个心理员来讲 在准备这种爆点这么多 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角色 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们女士优先好了 蔡嘉莹先聊聊 我就是再吃胖一点 真的假的 我其实真的有先吃胖 大概十几二十公斤 然后开拍前一个月再瘦八公斤 对啊 为什么要这样 第一部电影你要努力争取一下 就是要比较拼一点啊 是然后然后再变瘦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跟导演聊剧本的时候已经是开拍前大概两三两年前吧 然后他有这个构想的时候他就开始稍微找演员 刚好他在美国有 因为我以前帮我同学拍那种小短片 然后他就拿去申请研究所刚好就在美国有播 然后刘毅的那个片子 然后刘毅的那个片子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 谢佩儒当然就在美国的一个台湾人办的小音站里面看到我 但其实我拍那个片子的时候我没有收过任何表演训练 那时候你还没有读戏剧 那时候读戏剧 可是我是做音响技术毕业的 我是毕业 我是真的毕制都做完了开始学演试 你又是一个那个从幕后串到幕前的 对我真的是幕后 然后他就回台湾的时候刚好就找我聊天 然后我想说那刚好他看到到他回来这一段期间 我刚好就开始学表演 然后这两年就把你可以学的不用钱的都去把它上完了这样 刚好他回来找我聊的时候是我差不多准备好的时候 所以他找我聊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很惊喜 说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他聊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个很黑暗的剧本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是很黑暗的 我是整个人会压在一股低气压里面 因为剧本的关系吗 没有我整个人就是这样 对 然后到这一两年才比较好 刚好他的剧本就在这一个修改的过程当中变得像现在比较阳光 比较温暖一点 然后我就直接算是承接着这个剧本的整个 然后让我人也有一点改变 这样 那邱志宇你呢 我跟他不一样 我的准备是因为我之前因为练了肌肉 所以变得反而不像那个角色 所以反而是要让自己瘦下来 所以就是停止去做健身这件事情 让这个角色看起来比较像是瘦的那一方 比较委屈的那一方 那将近半年的时间 前面的话都是每个礼拜都加入一些新的人进来 那时候我没有压力是因为当时我只是可能来客串的 但是后来一直进来 线上有人进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们都好厉害 直到有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真人的讯息 我就觉得 哇这个角色如果我错过 一辈子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角色 我就极力争取 那天我就很有灵感 我就写着歌 然后跟我经纪人讲 经纪人就说 那你应该把这个目的这个歌给导演听 一定导演会喜欢啊 然后导演听了之后 他还真的喜欢耶 可是他喜欢之后就是我痛苦的开始 我就遇到你们那后面那两个月 老师就给我很多的很难的功课 可是是跟剧本无关的 就是会让我在那个两个月里面很痛苦 可能老师会用一些比较激励的方式 可能会说比较难听的话 让我觉得我以前学的全都是屁 就是我根本学不到 都没有在学 就没有一个东西是我的东西 全部被打乱了 我就发慌就跟我紧紧的说 我可以不要去上吗 我有点害怕 但是还是撑完了 然后撑完后来到最后当时才说 其实后来这两个月的角色 我就觉得是你了 所以才会这样折磨我那时候 你意思是说你去的时候 还不是演现在剧本这个角色 不是 我这一早是因为导演 开了台北舞宇之后 然后找我演男三的角色 变装屁的角色 我说导演我可能没办法 我那一心里还过不去 而且我演技可能还不行 但是说那没关系 我们有机会再联络 就是不会再联络了 然后后来直到后来导演说 那我找你来客串 然后我就加入那个表演班 然后从客串到后来导演觉得 应该是你了然后才是我这样子 所以他本来已经有一个 就是你现在所演的这个角色的 内定的演员吗 没有内定演员 但是他会有一个形象 是大概25岁左右的年轻的老师 那因为我已经30多岁了 他觉得可能跟他想的是不太一样 那时候差点错过这个角色 所以那时候有一群人被选吗 就是说 一群人就每个礼拜都会多 没看过的模特人 那种都长得很高很帅 你就觉得 啊不够高 啊帅好像也不够 看哪里看哪里 看整体就会有点自卑 会有自卑 但是后来就一直这样过去 就发现好像那个挑战 也就是一关一关过 然后才到拿到那一刻 觉得好感动 嗯 所以蔡佳佳你拿到这个角色 是不是本来导演见了你 就决定就是你了 还是说也是这样就有 呃他有参考 我考虑过其他人吗 他没有跟我说就是你了 但是我没有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找 可能还是有找别人来试 可是我都不会知道 嗯 然后我也没有试过别的角色 而且我在开拍前 导演根本没有试过我的戏 啊 对 那他怎么求好 他就是跟我一直聊啊 嗯 然后聊 他说我觉得很可以 嗯 然后就 我们导演真的很默默 他是一个小女生 然后呢 诶我们那个剧本来看一下 我们来喝下午茶 那好好好 诶我们申请到辅导金咯 嗯 好 那那那我们要开拍咯 然后剧本给你 然后我们早一天来聊一下 就是这样子 蛤 我唯一真的好像有试到戏 可能谢谢 嗯 就是 他那时候要选男主角 嗯 然后说我有跟男主角稍微对一下 这样 嗯 然后 对啊 我就是很走运 嗯 这样你这样讲起来 谢佩如是一个好 好温柔的导演 除非他拍片的时候 也都没有发脾气 没有 爆走 都没有啊 我此生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蛤 对啊 哦 那我们下次请谢佩如来跟所有容易发脾气的工作人员上上课好了 EQ这么高 真的 他真的EQ超级高 所以他都没有给你像那个 就是邱志遇到的那种压力嘛 那种快崩溃的那种状态 没有啊 所以大家问我说 你在拍戏的时候最辛苦的是什么事情 那我就真的没有受什么苦 因为我的心里没有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导演真的很好 嗯 对啊 所以大家问我说 你很辛苦啊 什么我都很心虚 嗯 这讲下去 大家以为谢佩如是又又台的导播了 完蛋了 可是你在片子里面明明是 我说这个角色是受了很大很大的苦啊 嗯 各式各样的压力都在你身上 无论是想要谈恋爱 或是妈妈的 妈妈的期待跟你想的不一样 或者你想帮助个小朋友 可是小朋友的家庭 呃也是跟你唱反调 对 那你在面对这样的体材的时候会 就是说虽然导演这么和善啊 嗯 你自己会觉得很乌云满步的那种感觉嘛 或者你怎么样去进入到那个比较黑暗的那一块 比较黑暗的那一块 嗯 我觉得我会比较需要时间的去思考的地方 可能是我本人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嗯 比如说像小朋友那个戏 嗯 以我现在来讲 我不会这么放胆的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它还是有风险 还是有可能会伤害到它 嗯 所以现在的我会以更周全的方式或 甚至甚至不会这么做 嗯 所以我那时候要诠释这场戏的时候 其实其他的地方导演都写得很顺 对 只有这场戏跟我自己本来的性格 比较有冲突的时候 我花了一段时间去调整整个角色的设定 嗯 包括可能在其他部分 我帮他加一点莽撞或冲动 嗯 让他到那一场戏的时候可以顺得过去 嗯 其实我真的在调整的只有这些 然后因为我肉体上受的一些辛苦 我真的觉得还好 嗯 就是没有真的觉得很痛苦的地方 然后导演又写得很好 所以我就 嗯 没有 我也有另外一个讨论的就是 其实那个戏里面我有两场哭戏 嗯 然后一场是最后的哭戏 一场是前面的哭戏 那一开始剧本上面写的都是崩溃痛哭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是跟导演讲说 讨论说我们可不可以 嗯 把它收敛一点 嗯 然后我们就用很理性的方式来讨论 可能整个戏的脉络 可能阿娟那时候的心情 她可能不会这样子 然后也许累积到后面才会爆发这样 嗯 我们真的有讨论的是这两个东西而已 嗯 然后我也比较需要思考的也是这两个而已 嗯 其他我都是跟着导演写的东西 然后去走 嗯 这样 那影片里面你跟所谓的典型美女的那个肉搏战 那个有困难吗 就是在演出的时候 演出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有去那个 武术指导那边训练一天 哦 然后第一次看到她做的那个动作 一天而已 六个小时吧 嗯 然后就要翻过来要干嘛 嗯 那我跟李恩两个看到影片就是 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到 呵呵呵 然后就一直催眠自己是武打女明星 我说我是亚洲女红金宝 这样一直对自己讲一直讲 嗯 然后练习完之后 好像达到六七成七八成了 然后到讲说实际演出应该也没问题了 嗯 然后实际演出的时候发现现场有很多 她在那个场景里面加满了粘液 对啊 就是湿湿滑滑 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 是我们只要一送出去 就会冲到不知道哪里去 就可能撞到东西什么的 那时候比较危险的是这个 所以我跟李恩就是常常在讨论说 好 等一下大概用多少力 然后到哪边可以停下来 君就不会撞到头什么的 而且导演还蛮蛮蛮蛮蛮 他虽然很温柔但蛮贱的 呵呵呵 欸来来来 他就说我们那场打架的戏是安排在杀青前一天 就是那场是杀青戏 是 所以我就说你安排的那天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去台中拍 然后又拉回台北拍这一天就要杀青 他说哦没有啊我怕你受伤啊 所以先把前面的拍完 想说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然后说你这个就是你也知道 会有可能 有负责 对他虽然说是很温柔的人 但其实是很坚定 他该要求的会要求 然后他也不会跟你画大饼 说会怎么样 但是还是把它做到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令我配合 对就至于来讲你的困难在哪 除了说你要把这个肌肉削掉 要变得比较像是一个片中一个角色的需要 我看了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很大胆的场面 那不只说一句他只是一个问题 我没看过欸老师不要吓我 我没看过 我自演的你不知道我没看过 我没看过 对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有啊就很精彩的肉搏战 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啊 我觉得最难的不是崩溃或者是哭 最难的是裸这件事情 是我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去觉得 啊为什么要裸 其实我自己的障碍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剧本需要 当然是OK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只看了一次剧本 然后也是给我们现场动机 希望我们用最真实去找对方演员的频率 给你你就回来 所以都是很真实的 所以那时候我很怕我给不出东西 所以到裸的时候我就很怕 啊裸了我就会遮这边遮那边遮那边 就会啊 所以我自己不知道裸有多少在里面 我还蛮担心的 都好看啊 我觉得都处理得挺好看的 他笑了他笑了 我没有看过 反正你的裸希又没跟他在一起 对裸希他都不在啊 我昨天光看到海报我都害羞了 我也是 哎呀这个海报有点精湿害俗一点 我的海报有点太保守了 海报自在刺鸡腿 你的那个影片里面的尺度 绝对比那个海报还要厉害 没有 可以问吗 你拍了什么你不知道 老师有那个吗 嗯 因为想说在合乎 在合乎台湾电检的情况之下 看到的都看到了 应该这么说 我们片是上限制集吗 应该是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集 但是应该 按照目前台湾那么开明的状态 我觉得辅导集就可以了 辅导集就可以了 但还好辅导集还好 毕竟也是公民老师嘛 对对 所以让同学们都可以来看 所以只是可能晃过这样子 我觉得是 但是很近距离 你不要再想了 你不要再想了 我会大 那个精彩跟激烈 其实不是在裸露的程度上面 应该是说 那个角色让观众感到 那个投入的程度 你会觉得 这确实是一个在 比方说这时候是在一个寻找 身体的对象 还是在寻找一个爱的对象 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有出来 就你入围不是只是靠裸露入围的 没有人是会靠裸露入围的 身材没这么好来 哈哈哈哈 可是这个角色毕竟在 我想说即使在现在的这个时空里面 无论同婚通过没通过 他都还是一个 就是爆点很惊人的 因为他的身份是老师 还是一个交国民的老师 又是家里的独子 然后你爱上的人 又是一个所谓的有妇居夫 对对对 对对对 你自己在读这个本子的时候 怎么去想象 你该怎么去演这个角色 其实因为读过一次嘛 然后那个时候 就会拿一些前辈演 如果可能是春光诈蟹来演去看 可是后来导演知道我这么做 所以他马上就stop阻止我 是哦 他不希望我去做太多 那些关于同志角色的功课 他真的希望是我去感受 对方给我什么 我就回应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有障碍 但是觉得我怕我做不出来 我怕对方会觉得 我好像太多了 让对方不舒服 所以那个界定 我有时候觉得很难去拿捏 那我觉得很难的是因为 我跟对方也真的不熟 我们给了彼此 导演给了彼此动机之后 我们是不能交谈 说等一下你要演什么 等一下你会做什么 都不知道 所以都是很真实 他给我反应 我就必须要真实的做出来 不能去想 或不能去想说 我在这个角色里面 就是想象我是他 我就是他给我什么 我就要做什么 你们是在做即兴训练吗 其实还蛮像的 就是给你动机给我动机 有一个剧本架构 但是他不希望我们背台词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那种很爱背台词 然后背到上戏的时候 还要把台词带到身上 然后化妆师说 那个衣服跑出来 怎么台词在这边帮我抽掉 因为我只觉得台词是我的护身符 没有它我会觉得很慌张 是是是 盛应期在这个片子里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的角色就一个 如果马丁一辰这是一个 所谓的男同志电影的话 如果一般观众这样去解读的话 通常你在里面作为一个女性 尤其又是其中一个 你又是他的情敌 可以这么说 对 通常是比较不容易讨观众喜欢的 可是你的表演非常有力量 我觉得你跟他的每一场戏都超好看的 那个对峙的张力 谢谢张老师 好好看哦 如果是他 我就很怕跟你去泡沫红茶 我真的第一天遇到他 我超怕他的 想说我想跟他讲话 因为我个性有爱讲话 他想说不行不行 这角色不行 我就一直在那边 要跟他讲话吗 不要要不要就不要 你怎么准备这个角色的 我先是 因为身边没有类似的 生命经历 有这样生命经历的人 所以我有上网去找了一下 然后发现 网路上有这样一个名词 叫做同妻 对同妻 对就是他们嫁给了一位 就是同志的那个老公 然后就有一些讨论 然后去看了一下 就是身为一个同妻 他是像什么样的心情 然后有人是觉得说 我无所谓啊 我觉得跟这个人 其实是很好相处的 什么什么的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天哪我会骗 我世界崩溃什么的 就各种人都有 所以那时候 我大概先小小做一下功课 然后你刚刚提到 我在现场其实我也没有跟他讲话 因为我心里面设定其实是 不想跟他讲话 欸 倒也不是啦 可见得讨厌我啊 我心里面设定其实是 跟这个先生 其实是我已经知道他啊 我们的关系上 其实对他对我来讲 是有厘清说 我没有故意要赴你 嗯 那我现在就是喜欢男性 我们分开住了 嗯 然后我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是 只是我们假装维系的 对家族来讲 我们维系的这段关系 那他们的互动已经 就像是家人了 嗯 对 那不管我能不能接受 他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嗯 那我给这个角色设定的是 因为能够在这样 大家庭下面生存的女性啊 嗯 她不容易的 嗯 尤其就是一个媳妇 她 她 而且她能够为了这 为了守住这一个人的 她人生不敢面对的事情 我帮她圆这件事情 嗯 所以等于有点 帮她做她人生的事情啊 把我的人生先放旁边 嗯 所以在 所以她就会有 这个性格就会有一点 有一点成全别人 嗯 或是有一点 我理解你 所以我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我倒也没有 那么敌意的要对她 嗯 对 那但是当然 你还是会觉得 咯咯哒哒嘛 因为这个人就是有一点 你不知道该怎么界定他 你说他是小王吗 呵呵呵 好像也不是 嗯 因为的确 我跟丈夫好像也没有 那个实际上的关系了 对对对 对 那大家都有讲清楚吗 你不管怎么样 就像人家跟你说分手 你男人说你不分就不分吗 你不是吗 嗯 对啊 那可是 他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 曖昧的关系在里面 因为我也理解他是为了爱 嗯 大家都是为了爱 对 其实人没有错 都没有错 他也不是一个坏人 嗯 他也没有拿份来剖我嘛 嗯 或是还给我录音 有没有吗 哈哈哈哈 录音 对 所以 像刚刚老师提到说 在咖啡店那一场戏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 就是很 真的会很无奈 就是你遇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 你好像理解他 可是我们的位置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的 我就算理解你 我还是没有办法帮你 或是跟你在一起 因为我们终究是在对立的两边 对立为止 我有我的难处 我也知道你有你的状况 所以那一场戏就会变得很 啊 就是 那个桌子下面就很复杀这样子 对 对 嗯 可以教大家一下就是 因为你虽然就是那几场戏 可是你每一次出来 你那个气场都好强 嗯 就是说当你拿铁锤 那个当然就没话讲了 因为那已经带了凶器到现场了 老板自己 我卖铁锤 可是即使是喝个咖啡 什么都没带 你一进到那个场面里面 就有人感觉到 你当然不见得是来吵架的 可是你的每一个举动眼神 或说出去的话 都让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说不喜欢你 就是说既同情你又害怕你 然后又觉得 哎 世界时代确实是有进步 使人的感情的这种被辜负的痛苦 那个是没有差别的 那个东西好 应该讲说好有感觉 我自己看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嗯 谢谢 真的真的真的 当一个绿叶不容易 能当到这个地步 那就澄清了 真的 嗯 可能我真的好希望能够被别人看到 嗯 就是这一个族群 我好希望别人看到这个族群的辛苦 是是是 对啊 因为 同情真的很不容易 每一个人的爱这件事情 当你爱到了 然后对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其实是理智上没有办法接受 不能接受 不该接受 嗯 可是不是说不爱就不爱了 是 更不要讲说是像家人一样 如果他 他只是肉体上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可是其实 你们的互动是好的 嗯 你们的关系是好的 他还是照顾你的起居 那你怎么讨厌这个人 是是是 那 对 那关系真的不是说 不是外人可以说 哎你干嘛 他都这样不爱你了 你们就应该离婚了 你干嘛要死守的这个 不是这么简单的 嗯 然后我很希望这样子的情感 或是这样子的族群 因为不管是同期啦 其实很多人都在 身困在这种困境里面 这种关系里面 我很希望这样的人都会被看到 被感觉到 诗盈这段话可以上摊话节目了 你很多名嘴讲的都要好 真真真真 虽然刚才那个诗盈学姐 已经跟两位开设了 做一个新演员 这次入围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跟心情 但我好奇是入围的金马奖 对两位所谓新演员来讲 就是充满潜力的这个演员来讲 呃你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是呃 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了吗 在这条路上 好 你有吗 哈哈哈哈 做了什么决定哦 当然就希望能够遇到 了解你的导演跟一个好的剧本 然后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是每次都是把握当下 做好每一次的一份内容的工作 当然希望是这样子 嗯 我是想要那个 演那个Marvel系列的 哇 女英雄 对啊 哈哈 因为 呃 刚刚施影学姐有讲 就是 我们好像 都是一个 某一个特定族群的 嗯 好像变成一种代表 在这个戏 是是是 然后你想要帮她讲一点话 或什么的 那如果以我的立场 跟我体型相似的人 甚至女性 嗯 她可以 我觉得如果说我的 我这样的形象出现在Marvel 她饰演一个 这是一般的英雄的话 我觉得 会蛮有趣的 对 就不一定只是水行侠 或者是神力女超人 她也不用练得那么壮 嗯 对 确实 确实是应该有这样的可能才对 尤其 今年我们看到台湾有非常多的类型电影 其实有很好的表现 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 如果透过金马奖 让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在这里相遇 撞击 嗯 说不定更有创意的东西 就会再来年出现了 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金马会客是只能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很高兴各位来到这里 也预祝你们有更好的发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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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